最近朋友问我 你觉得最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 是那种目标感极强的人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会清晰地规划达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 一直盯着目标前进 这类人 干一件事成一件事 目标感和规划 是城市的重要前提 凡事欲则利 不遇则废 很多人做事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规划 盲目去做一件事 这样只会导致失败 要想做事成功 在做事前首先要进行头脑热身 提前做好规划 这样才能增加做事的成功率 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大道理 然而这是经过试验验证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称为 布利斯定理 什么是布利斯定理 布利斯定理提出者 是美国行为科学家 埃德布里斯 即用较多的时间为一次工作事前计划 做这项工作 所用的总时间就会减少 不论做什么事 先做好准备就能得到成功 不然就会失败 明确和详细的事前计划 可以帮我们 对自己的设想进行科学分析 梳理实现设想的思路和方法 这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宝贵时间 同时减轻压力 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组织了三组学生 分别进行不同方式的投篮技巧训练 第一组在20天内每天练习 实际投篮 并把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成绩记录下来 第二组学生也记录下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成绩 但是在此期间不做任何练习 第三组将第一天的成绩记录下来 然后每天花20分钟做想象中的投篮 如果投篮不重视 他们便在教练的指导下 在想象中做出相应的纠正 实验结果表明 第二组的投篮技巧在20天里没有丝毫长进 第一组进球率上涨了24% 第三组进球率上涨了26% 心理学家由此得出了结论 行动前进行头脑热身 构思要做知识的每个细节 梳理心路 然后把它深深铭刻在脑海中 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会得心应手 这个实验要讲的其实还是计划的重要性 一个人做事如果没有计划 行动起来就会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到处乱撞 以致伤痕累累 如果事前拟定好了行动计划 书里通畅了做事的步骤 做起事来就会应付自如 迅速高效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言前定则不假 事前定则不困 行前定则不救 道前定则不穷 理计中用这里的欲 也做欲防的欲 是欲先的意思 讲的是不论做什么事 先做好准备就能得到成功 不然就会失败 这是我国先哲 在几千年前说的道理 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很受用 俗话说得好 不打无准备之仗 无论做什么 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期望的目的 如果总想着临场发挥 很可能会发生现场抓虾的巨变 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所谓胸有成竹 方能妙笔生花 道理也是如此 美国的著名成功学大师安东尼·罗宾斯 曾经提到过一个成功的万能公式 成功等于明确目标 加详细计划 加码上行动 加加上检查修正 加坚持到底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明确目标 和详细计划的重要性 明确目标和详细计划都属于事前的计划 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 就是明确目标和事前周密计划后的重要成果 首先 诺曼底登陆展示了明确的目标 盟军的目标是 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战略性的桥头堡 以便从西部向纳粹德国发起进攻 这个目标的明确性 整个行动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使得参与者能够专注于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 其次 诺曼底登陆战做了大量周密和精心的计划和 参与行动的盟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考虑了登陆地点 登陆时间 战术战略等多个方面 他们收集情报 进行演习 制定战术 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这些计划和准备确保了行动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 盟军各国之间 不同部队之间 以及不同兵种之间的协调配合也至关重要 他们共同制定计划 共享情报 协同行动 以实现整体战略的目标 这种紧密的合作和协调 使得诺曼底登陆成为一次规模庞大且成功的军事行动 通过明确的目标 详细的计划和精心的准备 盟军能够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突破 并最终改变了战局 这次行动的成功证明了目标和计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如何运用布利斯定理 计划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 是我们赢得成功的时间表 万事有计划 方向才会明确 目标才不会落空 学习 工作 生活都要有计划 都要定一个短期计划和一个长期计划 计划很重要 制定合理的计划更重要 无论是制定哪方面的计划 都是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现实的环境基础入手 切记空大高目标定得很高 计划要求很严 但是都是一些自己玩不成的任务 这样的计划定了也是白定 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每一天都应该活得充实和精彩 只有这样才能不枉此生 怎样才能让我们人生充实又精彩呢 首要的就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整体的安排和规划 有了人生的目标 我们就会朝着这个奋斗目标 一直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这样我们就会离自己的目标越矮越近 总有一天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人生规划既是一个实现你终生目标的时间表 也是一个实现那些影响你日常生活的无数个更小目标的时间表 人生规划的设计是要使你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里 充分地利用你的脑力和体力 事实上注意力越集中 脑力和体力的使用就越有效 人生规划可以合理地分配你的精力和时间 让你的人生不虚度 每一天都会有精彩 结语正如高尔基所说 不知道明天做什么的人是可悲的 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可悲的人 对于自己的人生工作学习都应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计划 要有每天的计划 每月的计划 每年的计划 十年的计划 一生的计划